早上爬不起來啊 晚上太累了啊 沒關係喔 所以以後我們有時間的話再慢慢來引導你 那老師要進入了解你這種失實的移軌啊 做法正不正確 那所以你常常會撞到會碰到呢 其實就是不會 你會有很多天性在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現在在公司裡面啊 爭議呢 很準的啦 是不是當老闆的格局 我們說當主管的格局啦 現在了不起當會計的話 都已經可以成為叫做什麼會計心理了 也沒有啊 我什麼都要管啊 也是最小的啊 那就是一個主管的格局啦 但是還不是說自己出來 自己當老闆的創業 這個就是比堅硬氣上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走比堅硬的話 是要小心一點嗎 怎麼樣 走比堅硬的話 是要小心一點 走比堅硬的話 當然會有一點不想賺錢 不想工作這樣的問題 那現在是走三官跟比堅硬的話呢 所以你就會非常適合想要出來上課啊 學命理啊 甚至對這種公司事業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一心藍三 你不想去管理 不想去做 就會覺得那個很差 壓力很大 就會這種現象感應起來 會不會小人太太多 還是那個心藍三官代表 小人是非 所以這一陣子過了就沒事了 到五十歲再冷一下 這已經快五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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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啦 校學大學時整的話滿不錯的 念人沒有便宜 人要擔心 如果說比堅硬的話 比堅硬是會轉別 兩位 聽氣大太忘了 沒有轉別財 那有轉別財 那三個星而已啊 沒有七個轉別財 那也不看人有財啊 你覺得就不重視財的人啊 對不對 反正你跟你說你財 你擔心什麼 是不是 都有啊 出江湯家人都領得到 你不用擔心 好啦 那結束段今天我們就跟各位先聊到這裡 所以我們下一堂課呢 還會繼續 以這種密談案例呢 來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你要是有其他密談案例的話 上課前可以趕快寫出來 我們在第五堂課 第一個堂課呢 各位針對這種密談案例呢 來跟各位做解說 讓各位開始對這個發生念舉呢 有一番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先跟各位聊到這裡了 那我們就下課了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